有一天一个科技大学中的一位教授问学生 如果你们只剩下三天的寿命 你们孩子们你们准备怎么来利用 学生小华就说 老师我要趁这几天好好地跟家人在一起 学生的小强说了 我要和女朋友三天都腻在一起享乐 还有一个小朋友叫小芬 我要好好写遗嘱 这时候老师看见一个同学小赵 却一直沉默不语 便问他小赵 那你要利用最后这三天干什么 老师我想听你的课 全班同学都气得都背后骂他 小狗腿子啊 为了分数不择手段地拍啊 而老师听了大喜 心想现在居然还有如此尊师重道的同学啊 所以老师就问小赵 小赵 那你为什么还要听老师的课呢 最后三天 小赵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老师 因为听你的课 让我可以活得更长 因为听你的课 让我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我们生活本来不苦 苦的是我们的欲望太多 人心本来不累 累的是我们因为放不下太多呀 学佛人要懂得 你不努力 你永远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 所以要学会佛法 多多地学白化佛法 收一收你的脾气 不要什么话都不经思考地对别人讲 有时候你说的是心理话 别人会当你是笑话 一开口就体现了你的情商和你学博的修养 气不合时少说话 心不顺时先静下 否则言多必失 做事必败呀